明晚英格蘭捉總盃決賽 這裏當然要同大家做個預測 事不宜遲直接入題 一起去回顧兩隊波 今季兩次的對碰 首巡環英超車路士主場對曼聯 當時車路士是3-5-2 曼聯是3-4-1-2 那場賽事的超級連結人MK完全沒有體能 所以車路士的中場感覺上就好像比較多人 而事實就是車路士那場賽事真是贏了運轉力 雖然3-5-2車路士根本沒有什麼反擊能力 不過也搞到曼聯沒有什麼攻勢 結果曼聯後防一次的失誤就輸了1比0 那場賽事可以歸納為車路士3-5-2 贏了曼聯的3-4-3 贏了中場的數字 去到第二循環 回到奧脫幅 曼聯這次用4-3-3 對著車路士的3-4-3 同樣大家都是三個進攻點 車路士的連結其實好少少 所以來回高速球的情況下 車路士是領先的 但是曼聯用針對性部署 用3個中場對著車路士的2個中場 結果 插穿你2次中路 欺負你不夠中場中 當時就是我大贊 摩連盧用針對性部署 曼聯那場賽事贏了 兩次的對碰來說 似乎都奠定了一些東西 其實兩隊的進攻套路都是比較單調的 所以 戰術以外的東西都會變得重要 例如是體能 運轉力這些 亦都意味著 中場的人數其實很重要 你看到他們兩次的對碰裡面 邊隊用2個中場邊就輸 邊隊用3個中場邊就會贏 而我肯定 兩隊的教練 應該都會見到這件事 正常來說 乾地應該都會看 摩連盧最近3次對強隊 都是合對方只有2個防守中場 再用自己3個攻擊營的中場其中一個 突然之間 插入對方的禁區頂中路 進去禁區裏面見攻 就是掌握著你對手 是不夠防中 保護防線 尤其是中央的位置 贏車路士如是 贏曼城如是 贏熱刺 亦都如是 所以 乾地知道自己 是必須要出3個中場 才可以保護 這個問題 而由於 乾地整季都是迷信3中堅 最近輸給紐卡蘇都是賴球員 所以很大機會都不會反省 繼續用3中堅 又要用3中堅 又要用3個中場中 即是說 神聖的352 又會出現 這個其實是我估計車路士的陣式 我認為 明晚 他們是會出352 而我 亦都相信 摩連路會想到 所以既然對方 用3個中場 摩連路都不可以撿輸 結果 摩連路現在的選擇 只剩下352 或者是 433 究竟誰好一點呢 一起做個沙盤推演 如果是 352 對著352 其實你不需要理 什麼人打進攻點 總之 大家都沒有反擊力 亦大家都沒有主攻力 加上進攻點不足 高位壓迫也沒有力度 比賽定必是 慢速假對攻 大家都可以 跌上深水看護射12馬 都可以 比賽一定非常沉悶 12點開直播 合眼份機會很大 而且 對於兩隊球來說 不單 是要去到最後 用運氣決定勝負 而其實比賽過程當中 都是好看運氣 所以 沒有自信的領隊 才會容許這些事發生 而我覺得 摩連路的自信 一定是高過乾地 所以 應該不會選擇352 應該 就是會選擇 贏過車路士的 433 但是當時 英超的次巡環 贏車路士的賽事 是因為車路士 只有兩個中場 用343 但是今天決賽 應該用352 有三個中場 萬聯又可不可以贏 要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又要回歸 足球理論 車路士 352 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不會進入死守陷阱 因為中場數字足夠 可以 救左右兩邊的防守 中場協助 左右兩邊邊的防守 但是 352的缺陷 就是無法反擊 沒有反擊 但是又死守的話 就會出現 那四個大字 九守必失 至於會不會失 就要看萬聯有沒有能力 我們都知道 萬聯沒有主攻力 所以 只剩下一條路 就是那隻 明買明買 高控棍子 雖然 這個連結手法 是命中率低 都是要看看運氣 但是入球的能力 怎麼都高過352 352對352 就九成是0比0 大家就各自有5% 去用運氣透計 但是萬聯433 對著車路士352 可以用高空軍炸 六成 打和 三成 萬聯有機會贏 留一成機會 被車仔偷計 因此 如果 如果摩連路是聰明的話 其實一定會選433 不過 大前提 一定要有 路卡古 所以就算有少少傷患 都應該要硬出 雖然 重要比賽來說 路卡古是會腳軟的 但是 只要不要給單刀機會 他就可以了 這些人 你要他想 想久一點 就很容易會想錯事 搞到把握不到單刀機會 但是 如果明買明賣 你只是叫他在空中跳起 就這樣去喊一喊球 去頂一頂球的話 他只需要 用患性的肌肉反應 就不需要經大路去想 應該就不會出問題 所以 路卡古是時候 都要把握機會 證明一下 自己 沒有了你的話 其實 摩連路也 沒有第二道板斧 經過了 砂盤推演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摩連路根本 是沒有用三中堅的需要 我的看法其實就是 摩連盧剛剛曾經在英超 用三中堅可能是煙幕 可能是想做些動作 希望乾地用3-4-3 摩連盧只需要用英超次循環 針對性部署很容易獲勝 不過應該都是挺難的 因為乾地用3-5-2機會很大 所以摩連盧就必須用明賣明賣 高空軍炸,逼對手就是狗手必失 而我認為曼聯盧都會被看高一點 他比車仔大機會些 可以避免四大街空 除非沒有盧卡古 沒有盧卡古,沒有軍炸 就要回到射12碼 但如果出現其他可能性 又會怎樣呢? 例如是摩連盧真的用三中堅 3-4-3對著車路士3-5-2 這樣就要看摩連盧擺什麼結構 如果是正三角形 即是山齊士、盧卡古、連加特 或者山齊士、盧卡古、馬達 那就沒有反擊力了 也會有機會因為少了中場的數字而落在下風 7成機會打和 車路士反而就有2成機會贏 如果摩連盧是倒三角形 即是山齊士、盧卡古、馬斯亞、福仔 反擊力就會強些 不過還是輸中場的數字 所以都是9成機會打和 如果大家都是3-4-3 其實車路士的反擊速度和套路都比曼聯好 即是7成機會打和 車路士都是贏2成 如果摩連盧3-5-2對著車路士3-4-3 車路士反擊力都處於上風 曼聯就贏中場的數字 或者做針對性部署 但是針對性部署是一次半次 但是車路士的進攻會多很多 所以都是5成機會打和 車路士3成機會贏 所以你會發現摩連盧如果用三中堅的話 其實是很多時候落在下風 除非摩連盧用三中堅3-5-2 是用來拍大巴 而不是用來跟對方打 假對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有機會欺負到車路士的3-4-3 曼聯的球員全部留在後面 玩過鐵桶陣 等你攻他不進 跟著做一次半次 針對性部署 針對你兩個中場中 那就八成機會打和 曼聯有一成半機會贏 但是大前提是車路士一定是3-4-3才行 而且都說過車路士是用3-5-2機會居多 所以曼聯用三中堅鐵桶陣其實都沒什麼用 曼聯唯一最好的真是4-3-3 所以今天的總結是摩連盧定必根本沒有三中堅的需要 由於乾地是死都要局限自己三中堅 所以摩連盧其實是有主動權可以用高空軍招去迫車路士 狗手必失的 加上摩連盧還有可能會想到一些我們想不到的針對性部署 所以怎樣都好 乾地這次都真的要4大街空機會很大 不過對於車路士球迷來說 不是差的事情 因為近期吹到夏薩特說如果乾地繼續教 他就走 所以其實乾地走是一件好事 對於車路士來說 所以沒有了竹種杯 四大街空 炒乾地 反而是好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摩連盧那邊也可以贏到竹種杯 就不會 四大街空 似乎都算是一家便宜兩家雀 看看會不會真的這樣 而講到一家便宜兩家雀 這裏也可以形容我和大家的關係 事關就是如果我便宜的話 也大家有好處 大家幫我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但廣告市場出來 我就可以繼續免費為大家提供足球的服務 而我自己都有收入 之前大家鬆懈了沒有做 我的收入就低一些 不過大家做回之後 我就真的穩步上讓了 雖然不是說很多 不過都起碼可以令到我繼續堅持 是可以繼續相信 做下去就有希望了 好了來到片尾的了 其實手機的上高片的下面 依然有個廣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另外用著電腦的朋友 留意回片的右邊 一直都有廣告的 大家都可以就是 按一下廣告去 其實電腦片的話 影片開始了五秒之後 影片裡邊都有Banner廣告 那片尾可能會沒有了 不過大家也可以在片頭那裏 或者叫做重新播多次的影片 就會找回Banner廣告的了 可以按下去的 另外無論用電腦 還是用手機都好 其實Youtube都會時不時 在影片的之前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也可以除了 播完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邊 找廣告link 按一下它 例如電腦的朋友 留意廣告link 會出現在廣告片的座下角 用手機的朋友 就會出現在右上角 那下一條片我們再見 拜拜